智力低下的女孩被骗到酒店 男人拿出小药片强行惯她吃下去 幸好做教练的姐姐及时出现 看妹妹这样被人欺负 彻底愤怒了 握紧螺丝刀狠狠扎向男人 但男人也是个狠角色 每一招都想把女人置之死地 可怜的弱智妹妹还以为在玩游戏 躺在旁边哈哈大笑 姐姐瞅准时机将男人扑倒 螺丝刀精准地插中男人的眼球 姐妹俩这才逃过一劫 但男人是政府一员 有权有势 以防卫过当罪名 将她送进监狱 判刑两年 这期间 阿仁最担心的就是妹妹 也不知她要怎么独自生存下去 一出狱 两姐妹紧紧拥抱在一起 说以后再也不会丢下她不管了 但妹妹似乎不爱上学 宁愿打工 都不要再去学校 阿仁以为是正常厌学情绪 安慰说 等毕业了就好 妹妹便不再说什么 拿这些年存下的钱 买了件漂亮的红裙子送给姐姐 阿仁深受感动 可晚上 放学很久了 都没等到妹妹回来 电话也没人接 苦找无果 等了一晚 第二天到学校找人 座位上空空如影 问老师 压根就不管事 说逃课这种事很正常的 正要离开时 一位同学叫住她 播放手机录像 妹妹竟然一直被同学欺凌着 每天过得生不如死 阿仁心如刀割 同学继续透露 妹妹昨天是被一群混混给带走了 于是她拦下太美 问人在哪里 对方很是嚣张 压根不把她放在眼里 阿仁直接扯过头发 往墙上一甩 打得他们老实交代 这个智力低下的女孩太惨了 女混混们把她卖给社会人士 放学后骗到KTV 人渣们轮流欺负女孩 晚上又利用她搞仙人条 把客人约到酒店后 再偷偷把房间号发给同伙 随后便破门而入 快速拍下不雅照片 借此敲诈勒索对方钱财 凭此损招转的盆满钵满 阿仁了解到妹妹的遭遇 继恶寒与心疼 如今得尽快找到人才行 一记扫堂腿 将混混打趴在地 用散尖戳着她的大动脉 威胁着 让她老实交代 混混只好说出当天的事情经过 原本指望着仙人条 再勒索一笔 谁知碰上个硬茶 对方黑吃黑 打了一顿后 将人扣押 说要交赎金才能带人走 留下的信息 只有张放带名片 阿仁打电话报警 但出警过程很繁琐 需要各种报备 她一刻都不想再等 于是自己根据地址找过去 现在只有小职员在 但对此事盖不知情 便套出她老板的家庭地址和车牌号 还把职员的车子电棒给顺走 然后守住带兔 等来人后 用电棒击晕 再用绳子死死为主 逼她交出人来 谁知 男人说看没人愿意交赎金 早就卖出去了 再次电晕后 翻看通话记录 找到买家地址 却还是晚了一步 几经辗转 妹妹被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给买走 一路上 她都沉默不语 到了服务站 上洗手间的工夫 妹妹偷偷溜下车 逃上了一辆大巴 大巴车前面冲出来一个西装男 司机吓得连忙踩刹车 弱智女孩哀求她别开门 自己要逃命 可司机怕惹事 还是打开了车门 女孩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 男人上来一把拽住她 恶狠狠地把她拖下去 女孩发疯般地向周围人求救 看着男子凶狠的模样 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止 弱智女孩再次落入坏人的手里 其实她是议员的手下 当年的事情 对议员来说就是个定时炸弹 杀人灭口 妹妹一直苦苦哀求着 对付一个这么孱弱的女孩 却始于心不忍 又想起自己在议员手下 挨过这么多羞辱 也不愿再为她卖命 告诉阿仁议员的位置 让她前去报复 找到议员后 三下午除二 就干掉了保安小喽啰们 此刻她在睡觉 正好下手 但对方始终不说妹妹的下磨 再加上言语刺激 一分神 被夺掉手枪 手下一窝蜂涌进来 体力渐渐不支 只好跳窗逃跑 谁知议员也跟着追上来 两人在公路上 上演速度与激情 就在阿仁开枪站上风时 车子出意外 被她逃了去 阿仁回家带上装备 单枪匹马 又来和议员约战 最终还是败在人数上 挨了众多棍棒后 倒了下去 昏昏沉沉中 看到妹妹在窗边 痛苦绝望的模样 瞬间燃起斗志 像打了鸡血一样 冲回战场 展开殊死搏斗 凭借意志力将所有人给打趴 随后 指导黄龙 再没有顾忌 一拳一拳地 对着一员往死里打 将她给活活打死 妹妹终于得救 但阿仁知道 自己难逃法律 下次再见 又不知是多少年后